在去年热播的综艺节目《奔跑的兄弟》中,Angela Baby不娇气不做作的性格俘获超多粉丝的心。 而在该节目中,大家也发现了外表甜美的Angela Baby私底下其实是个电玩迷。 或许是为了替一谋网络游戏宣传造势,Angela Baby近日被发现现身网吧与一种游戏好手组团打游戏。 在完成一局游戏后,Angela Baby所在的团队大获全胜, 兴奋的Angela Baby立刻跳起来兴奋于身旁的队友机长庆祝,俏皮亲民的模样引来外界的一片赞誉。 在网吧的一众宅男游戏迷中,长相甜美的Angela Baby显得有些格格不入, 但这依旧无损他游戏迷的身份。 据媒体爆料称,Angela Baby在打游戏时申请专注认真,操作相当专业娴熟, 显然私底下没少玩,这也致命女生玩游戏并不只是玩片而已。 夜市的新闻中心,上海报道。